蔣萬安你給我出來道歉 你誠心誠意的跟臺北市民道歉 那蔣萬安說那個是侯友宜 新北市政府的市民 影響的是臺北市民 臺北市民做了 臺北市做了任何的處置 沒有 沒有 沒有啊 給我出來道歉 蔣萬安 人家說 新北市也沒有啊 不要在那邊給我裝睡 睡了一個晚上 新北市也沒有啊 新北我先不管 我臺北市民 蔣萬安給我出來道歉 就是說從昨天傍晚開始 其實就有味道 然後你還搞不清楚說 到底就像玉慧講的 是不是誰家的鍋子沒有問題 我們還都是彼此提醒喔 然後晚上在樓下做運動的幾個鄰居 還在互相討論說 到底為什麼那個味道這麼臭 還在做運動 那更慘 你吸了更多 而且還散不掉 大家就開始討論說 整個社區為什麼會這樣子 後來就跟里長反應 然後里長說對 他要叮叮咚咚咚到處都在跟他反應 里長就趕緊找了議員 議員就趕緊找了市政府 結果呢 結果呢 結果市政府說 鼻子聞到臭味啊 市政府說 鼻子聞到臭味 不代表不符合公平標準 這個人要給我下臺 這個人要給我下臺 市長要給我出來道歉 沒有這麼好過的 整個臺北市 你做了什麼 這個這個緊急的應變措施 沒有 你提醒了市民沒有 沒有 結果反而是簡書培跟阿苗 在那邊拼了命的發臉書 發簡訊 提醒大家 請大家說 這個如果老人家 跟小孩 你們就盡可能的待在家裡面 尤其有氣喘的 對 沒有錯 那所以現在是阿苗是市長 是不是 請問你市長昨天晚上在幹嘛 給我出來交代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在家給我睡覺 還是你躲在哪裡 有這麼多的靈異反應 里長接到電話接不完 議員忙著一個晚上 處理不完 市政府呢 有沒有來做監測 有沒有來做這個提醒 有沒有來告訴大家說 安民心沒有毒 可能很臭 請大家戴口罩 門窗要關緊閉 而且你的檢測 確認沒有毒嗎 毒物科醫生怎麼講的 碰到水會變化濕水 化骨水 化骨水 化濕水是小說的 對對對 對我想到金庸 對化骨棉長 對 不是啊 整個市政府無消無息 安安靜靜 可以這個樣子嗎 然後我剛剛不是講說 鄰居朋友在樓下運動 大家還深呼吸 深呼吸 還確認說這到底是什麼味道 更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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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情市政府完全沒有角色 好啦 我們市長常常像吉祥物一樣 請問副市長呢 李四川呢 事情不是都李四川在處理嗎 請問副市長人在哪邊 然後講萬安市長 今天早上跑到小小學校 問小朋友 昨天有沒有聞到臭味 廢話 當然聞到啦 大家要問的是你啊 你去問小朋友有沒有聞到臭味 大家是要問你這個市長 請問你做了什麼 你不回答喔 你沒有 你沒事喔 說啊對 我們可能動作可以再快一點 可以做檢討 你一個晚上 有這麼多的時間 你完全沒有對於台北市民的生活 受到影響 而有任何反應 你是怎樣鼻子壞掉 過敏嗎 你是整個人 完全斷絕聯絡嗎 市長可以這樣子嗎 市長雜皮啦 鼻塞 市長就算鼻塞 你沒有電話嗎 沒有人跟你回報嗎 所以你根本連這個消息都不知道嗎 可以這樣子擺爛嗎 台北市民經歷了一個無政府的夜晚 起死